谢谢主席以及各位先进 我们看到昨天特别条例 还税渔民的特别条例出了委员会 其实我们的主张 发现金一万元这么单纯的一个主张 执政党还是不同意 老科还是主党 我都把财源找到了 台下讲的一千八百亿里面 一千四百亿发现金 有四百亿是保留财源 预留财源等于小口袋 四百亿黑箱作业拿出来发现金 一个人可以增加将近两千块 再来去年的我们总共的超收 四千九百五十亿 比原来预估的四千五百亿 多了四百五十亿 全部发给现金 也是差不多一个人将近两千块 这样子够了 刚刚好一银一银一万块 财源的部分 柯建民都不敢反驳我 这一万块有钱 你不要放口袋里面 不要黑箱 不要做选举榜装 拿来给人民 就有钱一万 那为什么拖 我才弄清楚啊 想了老半天 就是柯建民跟苏贞昌 唱了一个苏贞昌隔魁保卫战 欲去海流的一出烂戏 因为把他拖 可以 苏贞昌可以 用说特别条例还没通过 不要下台了 很大声告诉蔡英文的 我可以不下台了 各位 除了政治理由 找不到理由啊 这老板印希望的 我们没有拖延啊 他说我们拖延 拖延什么 如果 可以 从善如流 只处理现金这条 抽出来 可以马上签字耶 协商一个月 不是最少一个月 是最长一个月 一个月内 处理 今天老科 签字 今天老科同意 我们可以马上签字 过年来处理都可以 二赌三赌 就过了 这个 老科不愿意 苏贞昌不愿意啊 在此呼吁 柯建平 回头是岸 同意我们的 现金